就是它会癌变的 虽然那个癌变的几率很低 就是大家也不要恐慌 就是我们通过这个比操的监测 就能够很迅速地了解 如果说你这个胆男B 到了四个公分以上 而且的话 或者局部地有症候 甚至怀疑就是有可能 你有这种癌变 你可能的话 这个时候就需要去做手术了 就是还有一些病人的话 就是因为这个结石 它还会出现其他的一些病化症 比如说你黄黄乎化成这个胆男炎 但是黄黄乎化作的话 它还可以活病这个时候 即兴隐线炎 就是说你这个病人 就是说但是不是所有的病人 就是有一部分病人 它可能会出现即兴隐线炎 如果出现即兴隐线炎的话 这个对人体的伤害就比较大了 所以这个时候 就是说如果你这个人 要黄黄乎化作的话 那就要预防这个石头了 就是通过药物或者通过手术 要把这个石头要搞掉 当然如果说你黄乎化成 有人还会出现病化 就会出现胆男的窗孔 就是会出现那种 即兴隐线炎 那可能就要急诊的手术 这就是里面就是它还 当然还有其他的一些病化症 还是很多的 这个一般就是我们常见 就是要注意的 就是说它容易病化 这个时候即兴隐线炎 再一个就是它如果局部症后了 就可能怕它来变 这个时候我们就可能 就要密切的学法 看实际上要不要去做外科手术 就因为这个时候 伤害了 然后我们下一个 只要呼吸 也是差不多